整完牙覺得臉正還是不滿意 牙太亂 笑起來不好看 臉太大 希望可以變小 滿大的一個結構便宜 大小臉就會滿明顯的 讓它咬肌的地方可以填起來 落差變小 現代的美女啊 有越來越多標配的 其中很像標配不在外面 在裡面 是在很多人都開始做整牙了 不管你是有拔牙做一個牙枯的 或者是做影視眉 那有可能是為了咬合 希望它可以更整齊 有的人呢 是希望做完臉型可以更漂亮 那的確有非常多的 做完就出現一個小臉美女 那看到這小美的美女 也覺得賞心悅目 也覺得哇 真的是讓每個人看到美女 多活5分鐘 但假設說你是整完牙之後呢 我整牙好像是要讓我的臉更漂亮 怎麼看起來好像有點不滿意 我整完牙應該要臉希望它更對稱 當初就是覺得牙亂亂的 臉歪歪的嘛 整完牙好像覺得臉還是不對稱 發生什麼事啊 那如果你有以下這些疑問呢 那歡迎你進入阿民視宇宙 阿民視以我的臨床經驗 我總結出幾個方向 並且呢跟牙醫師做了一些討論 跟大家分享 這方向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 整完牙之後好像臉又開始不對稱了 又大小臉了 甚至整了兩次三次的都有 第二是 我整完希望自己的臉是漂亮的 可是怎麼看起來好像臉變凹了 誒說好的漂亮呢 怎麼好像變成俗稱的牙套臉 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這個地方有些人會跟阿民視埋怨 誒是不是我這點整牙整壞了 觀察了這些案例之後呢 我只有一個想法啦 不是那個技術的問題 主要是來自於 雙方對於整牙這件事情有 認知的差距 那這個認知的差距 來自於兩個地方 一個是 你對當初臉歪的認知 可能有點偏差 當初你可能以為 全部都來自於 牙齒不整齊的影響 但有可能 唸鱸關節 甚至唸鱸關節 相關的這些骨盆結構 也對你有影響喔 所以你指整牙 可能沒有幫助 第二個認知 是來自於東西方的審美觀不一樣 你呢 可能不小心變成了西方美人 但是卻有東方的臉孔 又活在東方的國家 所以讓你感覺到 好像something wrong 有可能整完牙之後呢 對稱度不滿意 有可能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 那在這個地方 阿民視線要闡明 就是 我本身也不是牙醫師 那這個方面 其實用到很多 牙醫相關的一些專業知識 所以我也請教了一些 矯正妝科以及前牙美容的牙醫師 來匯整他們的建議 用阿民視的理解 還有語言跟大家分享 目的是為了要提起 大家對這個事情的認知 還有一些好奇心 也希望說你有相關的疑問的時候呢 也歡迎你可以跟你的牙醫師 充分的做討論 那去了解什麼樣的方式 比較適合你 好 我們進入第一個認知的落差 結構歸因 在整牙前 大家對臉型的一些困擾 就來自於 不對稱 牙太爆 臉太大 牙太亂 笑起來不好看 臉太大 希望可以變小 臉太歪 希望做完臉變正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你整完牙 覺得臉正還是不滿意 往往是可能來自於 我們是不是預設了 我的臉不對稱 就來自於咬合不正 所以說 我假設我的牙齒排列整齊了 臉就排列整齊了 有一大部分的比例的患者 其實的確是這樣子沒有錯 可是這是在一個前提假設之下 什麼假設呢 假設這個人的牙亂糟糟 唸二關節卻很OK 卻很對稱 兩邊的張力活動度都差不多 所以說 假設我的手抓住氣球的兩端 是唸二關節 而中間這邊是比較類似牙弓好了 雖然做一個粗糙的比喻 如果說兩邊的左手右手 抓住唸二關節 他們的張力都均等的話 當這個牙被往中間這邊有個力量 去把它變窄的時候 那它就會往中間變窄 那這時候臉當然是對稱性的變小嘛 那我們在想像另一個情況是 假設其中一邊假設我的左手 它的唸二關節是張力比較大 比較不可動的 可是牙呢 雖然我們牙醫師在哭那個牙弓的時候 他也不會張力都一樣 他可以在上二下二再釘一釘子 弄些橡皮筋來調整這些張力嘛 可是即使這些張力之下 可能敵不過唸二關節卡住的力量 所以說他可能是這樣子 你的臉就這樣 那是不是你覺得你的牙是對稱性的變小了 笑起來牙齒是很正奇 可是你的臉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正 甚至有點歪 但這種情形就是在說 你在整牙前 通常牙醫師呢 也會去先排除掉你的唸二關節問題 也就是說牙醫師通常 你唸二關節的問題 打槍你要先處理唸二關節 只不過呢 有一些唸二關節問題 它並不是這麼的顯性 它可能是在治療的過程中 因為牙弓的張力變大了 它才慢慢的顯現出來的 有可能喔 所以一開始可能沒發現 你做的過程中才會發現到 頭都洗下去了嘛 那你就當然是繼續做繼續做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臉歪到一個程度 欸 牙齒都做完了 你要再整第二次嗎 有的人會整第二次 可是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發現這個情形 又做了我們等一下介紹的 唸二關節的檢查 你發現 可能是唸二關節問題時 我會建議你把整第二次牙的 選項放到後面一點 你先尋求唸二關節專科 或者是一些唸二關節方面的治療與訓練 讓你的臉可以回正 比如說阿明斯在四滴臉結構這邊 接著買的比較多是 像做完牙套之後臉不滿意的患者 那這時候我發現 都是以唸二關節方式治療 它的對稱性就改善很多 這邊我來講東西方審美的一個差異好了 我們先來看 最近很夯的一個Netflix的網劇 它是阿明斯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品 三體 那我們來看這一個 三體中一個博士 艾薩剛薩 很漂亮 你看那個迷人的眼神 深邃的五官 那種豐厚的嘴唇 然後顴骨下那一個線條 讓整個臉彈更立體 哇真的覺得漂亮 我幾乎在一部劇很多時候都在看他 可是呢我們再來看另一個人 還有一個韓劇的演員叫蒲敏英 又有人叫朴敏英 你會發現說 哇這個人 當然也長得五官也標誌啦 可是他就會有一種 並奄奄並容的感覺 有點苦命 這發生什麼事呢 他因為他在演一個癌症的患者 有故意讓自己變瘦 你會發現他的咬肌就變得很瘦 然後顴骨弓又很明顯 你會覺得說 那個臉部的側臉 就感覺好像一波三折 覺得好像有點苦命的感覺 那這個明明就是一個美女 可是看起來好像就怪怪的 如果是阿明斯斯心啊 會希望他再長一點肉 讓他咬肌的地方可以填起來 落差變小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兩種東西方的審美觀 歐美其實這種明膜臉 就是他可以允許你顴骨下是凹的 你臉是瘦的 有線條的 為什麼 通常撐得起明膜臉的人 五官比較深邃 鼻子大 嘴唇厚 眼睛大 比較深 如果東方人 通常五官比較沒有那麼立體的 那其實我會希望他的臉 落差變小 就是臉變順 顴骨下是飽滿的 蘋果肌也是飽滿的 他變順順的 就像黑家家那樣就很可愛 我們再回到牙套臉好了 幾乎做牙套臉的人 咬的機會萎縮是常見的 為什麼會這個原因呢 來自於兩個因素 第一是結構性因素 第二是營養條件的缺乏 那結構性因素是什麼呢 從簡單的 第一 用盡廢退 做了牙套之後 很多人都不想吃東西 吃東西很麻煩 有時候不舒服 嘴巴要張不開 又要清那個牙縫 你可能不太愛吃東西 那你咀嚼的次數就會變得很少 那雞肉也慢慢的會萎縮 因為你太少用了嘛 然後呢 因為牙弓 變窄的過程 咬雞也會往內縮 那加上使用的變少 他其實雞肉萎縮的也會比較多 第三 剛剛前面講的 你不想吃東西營養變小 很多人做牙的時候還會變瘦 覺得我是變瘦變漂亮了 還省了肉毒 那其實也會讓營養條件變小 擠全身肌肉量都會有點流失 那這個時候也會讓你的咬肌變得比較小 臉就會出現這種落差 那這種情況之下 假設你的肌肉量是很OK的 腸胃功能也很好 整牙療程結束後 恢復正常的飲食量以及運動量 肌肉可能會長回來 可是如果呢 你的肌肉量本來就比較少 那很可能就會 會好像長不回來 或者是你局部這個地方 因為牙工變小了 他長得很有限 怎麼全身都胖了 怎麼前骨這邊還是很突出 咬肌還是凹陷的 然後有的人為了要牙齒變得小 他拔的牙會比較多 因為整牙不一定要拔牙的 可是如果拔的牙多 可能三顆四顆 甚至六顆我也遇過 那你根本牙齒本身就已經牙工少了 你磚頭就變少了 這個拱橋就沒辦法太大 太飽滿 這個時候你再撐這個肉也很有限 臉看起來還是會凹 那這種時候的牙套臉 就會變得比較難去處理 真的是牙的一個限制 除非有一些前牙美容的醫師 他會把你的牙齒墊厚 用貼片把它墊厚 有理由要撐起來 這也是一個方法 如果是這種情形 阿民事會盡可能的 是讓他的臉部的結構 比如說捏耳關節對症 讓他臉部這些肌肉的沾黏解開 有更多的筋膜下空間去撐 讓他的肌肉可以長飽滿一點 臉可以盡可能再順一點 並且要帶給他正確的一個進食跟咀嚥的習慣 還會建議說你可能刻意要練習一下你的咬肌 而且盡可能的就先不要打肉毒 要把咬肌養回來 這個功操我們在後面會跟大家介紹 那講到這邊大家一定會好奇 檢測的方式是什麼呢 你可以觀察幾個地方 整丸牙、牙齒 你上下盤的門牙是對稱的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可以的聲音張開嘴巴 有的人張開 那個阿民事音效 那個中線反而在張開的過程中偏移了 回來之後又開始對稱 又歪掉 那這種情形很明顯就是兩側 唸額關節的活動度是不同的 你的臉歪 在你嘴巴咀嚼或說話 你都不用什麼腳口香腸臉邊的大小臉 你光是說話 他就會 兩邊肌肉用就不一樣了 那臉就骨頭就開始旋轉就歪掉了 那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結構篇移 大小臉就會蠻明顯的 會讓你暗示是唸額關節問題 第二 你的嘴巴張不開 小於三個字符 如果說你只得到兩個字符 就不行了 那很明顯的唸額關節是有一些限制跟障礙的 有可能是因為壓力變大的時候 你隱性的那個問題被顯化了 那這個時候呢 也請你先以唸額關節為主軸去治療 不管你去做臉結構 或者是做唸額關節的治療都可以 那第三 如果你是咀嚼已經無力 甚至會疼痛了 那更不用說 你應該早就知道是唸額關節的問題了 也請你先以唸額關節為主 也先不要以牙為主角 那第四個檢測不對稱的地方是在 我們的唸額關節兩邊 就會在側面 我們之前聊過的 劉玉璇治療師他分享的 唸額關節公操其中之一有關 那我們來做做看囉 首先呢 是把牙齒上下排門牙切齊 好 第二呢 嘗試把你的手放在咬肌 感覺你的咬肌 第三 你先嘗試選一邊 我們從左邊開始 嘗試把左邊的舊齒咬住 不會真的舊齒可以咬得到舊齒 可是你嘗試去咬住它 有沒有發現到左邊的咬肌 開始有在震動 這個不容易喔 如果你感覺有在震動 表示你的操控性還不錯 其實有許多患者 他做不到這件事情 他會覺得有嗎 嗯嗯嗯 好像去健身房 然後教練說 用力用力 他說我有啊我有啊 可是就教不起來 欸會喔 尤其是整鍋牙的人 他一開始要復健這個地方 是不容易的 Q的到的話呢 你可以左邊做30到50下 再換右邊 多做有益 你不用擔心做完會大小臉 因為你兩邊都有做 而且門牙是在切齊的狀態下 是平均的 你也不用擔心說 做完會不會臉變大啊 現在如果你是做牙套的人 你是怕小不怕大 如果你有一邊 唸藥關節有問題 那邊特別小 你一邊反而會代償性的增大 大小臉會更明顯 所以應該把兩邊的記憶力鍊的平均 他才有辦法有強壯的咬肌 大家對咬肌有點誤解 就是說我咬肌就希望它越小越好 很多人說啊 我剛剛提到咬肌 我也說心裡還有點窃喜 太好了 我們就會還省肉毒 但其實咬肌 它是把我們的三分之二的臉皮 往後上方固定住 撐住的一個很重要的肌肉 如果咬肌無力的話 我們臉皮又是跟原本是差不多大的喔 它會容易往下垂 垂到變嘴變肉 腮幫子覺得臉有下垂的感覺 我們會希望有一個咬肌 它有足夠的支撐力 把臉皮往上提 可是又不希望它太大 所以我們會希望去鍛鍊它 在一個好的結構下 它變得像某個低排吸塵器一樣 又小又有力把臉皮吸住 這是我們期待的目標 好啦 那今天我們總結一下 就是說如果做牙套 你對你的美還有一些堅持 還有一些要求的話 就可能來自於這個認知的落差 那希望這一集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一些認知上的落差 讓你可以多一些討論 你期待中的美 它究竟是東方的美 還是西方的美 那你期待的那一個樣子 到底是什麼狀態 你有沒有唸二關係的問題 假設有問題後面才發現 我要怎麼去保養 怎麼尋求下一步的協助 希望這一集可以對你有用 我原來做個臉 還有那麼多學問 有趣甚至可以讓你有啟發 阿民是宇宙 我們下回見 掰掰 奇怪問題 按飽 按踩 按摩 不 再次复充满